大家好,現在是2023年11月6日,看看我的鯨魚缸現在很熱鬧啦 今天去水族館買這個紙巾螺4支100元 可以吃玻璃缸的鋼胎,然後這個水泡鹽,買兩支150元 還有三支小壽金,後面那裡 後面那個小小的,差不多兩公分的 小壽金,一支35元,很便宜啦,然後 你看這樣就很熱鬧了有沒有,不然本來只有 竹林,還有五花流金,還有那一支 黑白珍珠藝型,黑白雙星藝型 那現在熱鬧多啦,然後還買了兩支黑梨 黑梨一支120元,我本來只要買一支啊 然後那個女店員就說,買一支她會寂寞喔 那我就說,好吧,那我買兩支,然後又買了 喔喔,你看,就那個,因為這個四尺缸啊 都模糊不清啊,所以黑梨啊,黑色的錦梨啊 黑梨買了兩支,喔喔喔,看到沒有 他好,這兩支黑梨好像知道我在叫他們了 喔,他們就來到玻璃缸前面,你看,就讓我拍到了 喔,這個四尺缸裡面有黑梨,還有 還有紫金螺兩顆,還有這個三支白色的老鼠魚 還有六支乳液,喔,然後這個水不知道哪個時候才能夠澄清 喔,慢慢期待吧,喔,然後,然後另外這一個缸有 這個缸,有六支,四支啊,四支豬, 小的豬,小的豬蚊錦,還有一支田螺 好,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水,金螺在水中生活,他們是生活在三度空間喔 喔,我們人類,我們人類是生活在幾度空間,我們算是生活在二度空間呢 所以說水,這個雨啊,比我們人類還厲害啊,喔,你看他們可以上下,上下這樣移動啊 但是我們,我們只能在平面上走動啊,我們能不能飛,我們能不能向上面移動 沒有辦法,除非說有這個工具幫助,喔,在自然的狀態之下,我們是沒有辦法向天空移動啊 但是,雨可以耶,所以我覺得雨真的很厲害啊 但是,雨啊,其實就是潜水艇啊,喔,你看他們,他們在水中的運動 其實,就是人類發明潜水艇,靈感的來源 因為他們體內有那個漁標嘛,漁標裡面充滿了空氣,喔,讓他們的整體的密度變小 那你想想看,我們人類其實也可以讓,讓你整個密度變小 小到跟空氣,比空氣還小 如果我們的整體密度比空氣還小,那我們就可以在空氣之中飄浮了 對,譬如說,你拿的裡面裝滿氫氣的氣球,喔,你手上抓了一把氫氣球 好多個氫氣球,然後你這個,你的,你的人的體重,再加上氫氣球的重量 這樣,這樣算是一個整體,只要你的手抓住那些氣球 這樣的整體的密度,如果說,比空氣密度還要小 你就可以漂浮了,喔,所以,這個世界上不曉得有沒有人發明一種衣服啊,喔,這種衣服呢,就是裡面裝的特殊的氣體 喔,你只要穿上這個衣服呢,裡面的特殊氣體 讓你的總質量啊,總,總密度,總密度,會小於空氣的密度 那你穿上這種衣服,那你穿上這種衣服,跟褲子,你就可以在,你就可以飛起來,喔,或者說不用飛起來啦 你就可以很輕鬆的活動啊,喔,跑步也跑得很快啊,喔,我不曉得有沒有,世界上有沒有人,能夠找到這樣,這樣的氣體,喔,然後製造這樣的服裝啊 好 好 謝謝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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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